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立姐还是不停埋怨小秀在家白吃饭 经常骂他 小秀每天只能对着一只黑猫倾诉自己内心的委屈 这只小黑猫是只流浪猫 小秀给他取名叫小白 并且每天都会喂他 这天立姐和雷哥在吃饭的时候听到旁边的客人说 种猫可以使人逢堵不赢 非常灵感 立姐听完后决定回家尝试一下 回家的时候 正巧看见了在门口的小白 发财心切的立姐直接把他抓了起来 并且叫来了雷哥 两人合力把小白装进了一口棺材里 小秀在隔壁听到了惨烈的猫叫 但他不敢出来阻止 只能害怕地捂住耳朵 过了一会儿 猫叫消失了 立姐顺利完成了种猫 神奇的是 自此以后立姐逢堵必赢 手机顺得不得了 小秀一直安慰自己 那天被抓的小猫可能不是小白 但是小白自那天后一直没有出现 担心的小秀来到外面寻找 无意中发现了小白的铃铛 这下他不得不相信小白已经死了 他含泪捡起铃铛 哭了起来 突然手中的铃铛开始剧烈地晃动 随着一声惨烈的猫叫 小秀的眼睛变成了黄色的猫眼 随后小秀回到店里 换上了一套黑色的衣服 开始学着像猫咪一样走路生活 晚上立即打完牌回家 看到小秀一直坐在角落里不理人 便走过去拍了他一下 突然小秀转身抓了他一下 很快地跑走了 被吓一套的立即边骂边追 等到立即跑到屋里一看 那个原本装着猫的棺材竟然被打开了 里面的小白也不见了 他觉得是小秀干的 气呼呼地准备找小秀算账 此时小秀正躲在屋顶 默默看你这两人 这时雷哥过来去捉立即算了 别生气了 很快小秀回来给他们做好了晚饭 两人吃着吃着 雷哥突然从嘴里拉出了一根头发 立即好像也吃到了什么东西 两人赶紧拿红酒漱口 但是刚喝一口 他们就吐了出来 而且浑身抽搐 小秀从梦面拿出了两个指人 这两个指人正是立即和雷哥 其实黑猫死后 灵魂孵到了小秀身上 并且将立即和雷哥的魂魄剥离的肉身 积放在指人身上 所以立即和雷哥浑身剧动抽搐 随后 小秀一把火点到了两个指人 大火瞬间吞没了指人 立即和雷哥也为自己的恶行付出了代价 全篇结束 本篇是一部香港奇幻作品有客道 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去看一下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